亲爱的义工和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 说心里话 本来我是没有准备的 给大家分享的 可是呢 今天上午我在会场上呢 看见有两个师兄 不停地老师在讲课看手机 我觉得 呀 这么好的能量场 这么强大的能量场 他怎么不听老师讲课呀 我觉得特别可惜 所以呢 我今天就这个问题 我想起来 我也想起来 第五届这些上海的学员 他们没有经过这么好的能量场 他们体会不到这个能量场 对他们身体有多大的变化 那么今天呢 我就先分享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前一个月吧 我们北京有一位老者 他都87岁了 然后呢 他的夫人呢 是78岁 他是长期在中央电视台做广播员 他就天天下午 天天晚上 半夜吧 第二天早上三点下班 他又通过这几年学习长成学 他的身体变化特别大 然后呢 他每天早上参加我们QQ群的 5点半的5点半的这个调整 那么我今天想分享这个案例是什么案例呢 就是他去年11月份在千安 他已经都参加了初中级班了 他现在呢 他又要报今年第七届的千安的初中级班 后来呢 我就跟他说 不后来我们那个 因为我们初中级班 那个都是在余建平工艺调整站 统一来报的 余建平站长也不敢收的 这么大岁数 78 87了 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就推到我这让我去跟他谈 后来我也我就想了两天 因为毕竟是有文化的人 说话各方面都得要注意 后来我就跟他打通电话跟他聊 我说 我说师兄你都那个 去年11月份 我刚上完初中级班 怎么又惦记今年这个初中级班 我说您这个身体受得了吗 我怎么受不了啊 我刚从西安回来 我跟我老爸玩的可好了 我说您那个西安这个季节是凉的 但是我们开班的这个季节是福天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那您为什么偏要再来啊 我就想来 我喜欢这块的课堂上的大的能量的磁场 后来我问他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去年11月份 在开班前三天 他到医院做检查 做肠镜检查 有几块膝肉 其中有大的 要求他住院 做 后来他说不行 我得先去学长生学去 他就去年11月份 他就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初中级班会场 整整 他就学了五天 他拉了五天 就拉了五天肚子 他说这回我考完了 我怎么回事啊 回去以后呢 他马上就去医院 到医院呢 要给做手术时 那大夫呢 做那个肠镜检查 怎么也找不着他那西柔了 大家说他那西柔到哪去了 拉出去了 所以 所以就这个案例 我就告诉大家 尤其告诉第五届 这个 这些学员们 这个能量场特别大 可能有的人觉得 我怎么没感觉 其实我们 我们这些老的同志 都特别有感觉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呢 就是我在走在长城学的路上 快十年了 在这个走进长城学这个路上呢 我经常听见很多同志跟我 很多实情师姐跟我讲说 哎呀 这初中级班跟高级班有什么区别 其实 你们都真的不了解 初中级班跟高级班有很大的区别 老师 你看每一次讲课都讲到灵性 身心灵 这个灵性啊 也是我第一次刚开始学高级班的时候 他没有感受到的 后来慢慢慢慢在这么多年里 真的体会到了这个灵啊 因为我 咱们从小到大都是在 无神论者 在这个国家的无神论者长大 这么久不信这些 可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 大家都承认了黑物质 对不对 确确实实存在 那么我给大家也分享一个案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多讲了 我们在沙河调整站有这么一个案例 有一个师姐啊 他到我们沙河调整站 我们当时沙河调整站 那个也是个小会议室 200多平米 到时候那个站长说 咱们开始静坐了 静坐20分钟以后 我们开始互相调整 这么一静坐 这师姐身上带着好多俯视 哗啦哗啦 一会站起来 一会鞠躬 又哗啦 又跟全场闹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呢 到说算了算了 不静坐 咱们给他调吧 调他也不坐不住啊 那是说明什么一个问题 那说明那个时候 我们调整站 大家的能量都发挥出来了 他呢 身体里的这些 我不说这些什么东西 我就说 咱们就说东西吧 不说那些了 咱们说那些东西都出来了 后来我们就用的是什么呀 用的老师讲的高级班的知识 叫浴血 当时初中级班的手法 已经不够用了 只有高级班的东西 才能叫超读超拔 才能把他身上的这些东西 给排出来 后来呢 我就把那个刘伟师姐叫来了 我说刘伟师姐你过来 我说咱俩一块给他调 一个调C7 一个调C6 然后左右手浴血 就这样他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了 等他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师姐 你身上一定有故事 他呵呵笑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没有故事 你不会身上有这么多东西 后来呢 他就跟我讲 他说女儿30岁的时候 她就突发心脏病 她就走了 然后她留下一个5岁的小外孙 后来呢 他就特别的伤心 那时候人的身体是最弱的 那段时间 后来他一跟我讲 他说师姐 你看我 我这么多年吧 他说我一买 买了一双 那个药的拖鞋 我一穿上那药的拖鞋 我就在家里满地跑 满地蹦 他说我爱人呢 就说我 他说后来我一脱了那拖鞋呢 他就没事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因为咱们现在 有时候地方讲课 或者说话不太方便 我就不说了 我们就让大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让大家好好的 静下心来 感受这么强大的能量场 认认真真的听老师讲课 提升自己的能力 提升自己的灵性 这个灵性啊 真的老师一年才给咱们全国 才讲这么一次 一定要珍惜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好 这是我想分享的 有一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想多说了 我只是想说呢 告诉大家呢 这个长城学 我做了这么多年 就没有人跟我说 我特别不好啊 什么真的 因为有的人说 哎呀文静师姐 你说这不对 我说是 长城学 没有一个人 说长城学不好的 长城学的手法不好 大家可以通过以后 漫长的长城学的道路上 咱们慢慢的体会 反正21世纪吧 我觉得 长城学是咱们修生养性 最好的法宝之一 希望大家在座用自己大爱的双手 呵护好自己 呵护好家人 关爱好他人 提升好自己的能量 提升好自己的灵性 然后呢 我们都是在座的 都是有使命的 那个海带会长不跟我们讲了吗 我们是要有 要完成使命 对不对 要继续传承好长城学 所以呢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呢 咱们共同的努力 把长城学发展好 传承好 在此呢 我也深深的道一声 向敬爱的魏老师 说一声 老师您辛苦了 感谢长城学 感谢魏老师 预祝咱们这次会议圆满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